接下來就是考物句會等於相句 那這會移來移去 那有人移靜子 有人移人 然後呢怎麼樣怎麼樣 會有點小小的不同 上次有人問過這個題了 問過類似題了 OK 然後呢 又先照下對焦清楚 因為物句會等於相句 所以人離靜子三公尺 所以相也離靜子三公尺 表示人跟相距離叫做六公尺 所以呢 人跟相距離叫六公尺 所以你的對焦對在六公尺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要選的叫做seer 這在考的叫做物句會等於相句 同理 這就是移動嘛 我講過了 有人是移人 有人移靜子 這兩個情況有點不同 請問你 我把鏡子向人平移零點五公尺 那麼人跟相距離變化幾公尺 你們上次的問問題就類似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來可愛小女生 來可愛小女生 你跟十四號 又回頭 五 四 三 你跟我什麼 B 2 你選2 B C C 1 1 3 你說 鏡子向人 一鏡0跟5公尺 相距會減少 物句會減少0.5公尺 物句減少0.5 相距也要減少0.5 左邊少0.5 右邊少0.5 所以人跟相的變化是兩倍0.5乘以2是少1公尺 少1公尺 好了 要怎麼動 我現在離鏡子5公尺 要讓我跟相距離變成6公尺 那請問你 人要以幾公尺 我講過有人動人 有人動鏡子 情況不太一樣 那我人要動幾公尺 帥哥男 有帥哥男嗎 千塊都抽完了 27 果然夠帥 多少啊 我又要數了嗎 5 4 3 2 1 1 B 2 你做 人跟相距離6公尺 表示物句3公尺 相距也3公尺 物句本來是5公尺 要變成3公尺 所以要減少2公尺 所以答案就選B 所以這三題就是在考什麼東西 物句會等於相距 我跟你講我就考這些 OK 考成像性質 正立相等虛相 考左右相反 考物句等於相距 請你把這些觀念都記好 拿來用就可以了